郑爽和胡彦斌在一起的时候,一时间引起了网友很大的热议,这是郑爽公开承认的第二任男友,不过相比于张汉的帅气胡彦斌可谓是其貌不扬,大家纷纷表示跟郑爽很不呆,引起了粉丝们强烈的反抗。 最终二人也抵不过舆论的压力选择分手,此前郑爽曾被拍到过和胡彦斌一同来出,胡彦斌还当场演绎,摸头杀相处非常前面,两人一度传出一次要复合的消息,但令人意想不到,的是在他们被拍的第二天。 胡彦斌在社交平台上面,表示与郑爽再也不会见面了,网友们猜测当时胡彦斌是以为自己和郑爽见面是被利用炒作了,因此感到非常气愤一路之下,才表示不再见面。 8月30日,网普胡彦斌新歌发布,要知道作为音乐台子的胡彦斌,他每次发布的歌曲都让人非常期待,此次胡彦斌先自作词作曲新出这首《我不确定》,自然也备受瞩目。 但里面的歌词内容却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播热议,歌词简单直白一暗示,他跟郑爽这些年来的关系,大家对此不禁猜测,难道,他是对郑爽就情难忘,如今心中不平吗? 尤其是歌词第一句,这些年见面都假装不熟,对应上了郑爽和胡彦斌的相处模式,要知道刚开始郑爽和胡彦斌在一起的时候,可谓是非常低调,一点消息都没有走漏,直到郑爽被拍到了他们俩相会的招聘恋情才被曝光,大家这才知道他们在一起了,而歌曲结尾别让我再遇见你。 这句话更是与胡彦斌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,这应该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见面对应上了。 当时胡彦斌发文是为了澄清与郑爽的绯闻,没想到这句话如今在歌词当中再次重现,不免让大家感叹,真的是世事难了。 郑爽和胡彦斌在分手之后,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空窗期,直到前段时间才公开了自己的新恋情。 他的新男友也曾在社交平台上试爱郑爽,让大家吃了不少狗粮。 郑爽更是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特意对粉丝提到了他的新男友,并亲切地称呼他为嫂子。 两人的关系非常前面相处很容,恰,分分钟收获了一大波祝福。 网友们在听到胡彦斌新歌之后,纷纷表示,这首歌指向性真的非常明显。 还有网友直接评论了郑爽的名字,纷纷调卡胡彦斌真的戏很多。 恐怕是看到郑爽现在生活这么幸福,觉得当初非常遗憾没有和他在一起。 毕竟之前胡彦斌和郑爽被拍的时候他发了微博表示不再见面,郑爽现在都有男朋友了。 他却开始发这种忘不掉前任指向性明显的歌词,瞬间被网友们吐槽了个遍。 你觉得戴胡彦斌这首歌,究竟是不是写给郑爽的呢? 难道他真的是对郑爽救情难忘吗? 麻烦了